如果你的失眠是因為退黑激素分泌不足 補充退黑激素就是直接補充你不足的量 那如果你的失眠跟退黑激素是沒有關係的 實際使用的話 失眠已經是現代人常見的文明病 為了能好睡 藥物的劑量越加越重 卻無法解決夜裡翻來覆去的問題 難道這一切都是因為體內的退黑激素嗎? 使用了退黑激素難道就能好睡嗎? 這集的麥德森事務所要來跟大家聊聊 退黑激素到底是什麼東西?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藥師陳怡安 總是翻來翻去 睡不著睡不好 這種狀況可能跟退黑激素有關嗎? 退黑激素是人體松果體分泌的一種激素 白天會抑制退黑激素的分泌 晚上則會促進分泌 可以幫助人體調節生理時鐘 這邊要提醒大家 退黑激素在台灣仍然屬於處方藥 因此要由醫師開禮 千萬不要任意的購買 疑似含有退黑激素的產品哦 人體會自然的分泌退黑激素 通常是在黑暗中沒有光線的刺激下分泌的 可以幫助人體有昼夜的分別調節生理時鐘 失眠的人還是會分泌退黑激素 只是分泌的比較少 或者是分泌的時間錯了 或是你預期要睡覺的時間 即便退黑激素分泌正常 人人可能因為情緒或是壓力造成失眠的問題 因此有任何睡眠的狀況 都應該要諮詢醫生了解自身的狀況哦 如果你的失眠是因為退黑激素分泌不足 補充退黑激素就是直接補充你不足的量 可以幫助你縮短入睡的時間提升睡眠品質 那如果你的失眠跟退黑激素是沒有關係的 實際使用的話效果可能也不明顯 還是要依照正確的方式去做使用哦 雖然退黑激素是一個自然的荷爾蒙 使用上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還是會有一定的副作用 像是鵝心猴吐或是頭暈等等的 也要特別留意 特定的族群像是孕婦 免疫功能不全 或者是腺功能不佳的病人也是不建議使用的 在台灣退黑激素屬於處方藥 尚未核准相關的保健食品上市 如果民眾是從國外帶回的話 也只能自行使用 或者在網路上隨意的販售 如果在網路上任意的購買 來度不明的產品 需求問題是沒有保障的 因此如果有任何的睡眠問題 還是要尋求專業的協助 從合法的管道取得產品哦 最基本就是要維持規律的作息 讓自己早睡早起 讓自己的身體維持在一個正常的生理室中 再來飲食要記得均騰 因為很多睡眠的問題 可能是因為你的離子攝取不足所導致的 再來要適度的接受光線的刺激 白天讓自己曬曬太陽 睡前則要減少3C產品的使用 退黑激素是調節 身體的昼夜節律 影響比較多還是跟光線的刺激有關 早睡早起曬太陽 睡覺時盡量關燈 都有助於身體調節退黑激素的分泌 當然失眠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你長期都有睡眠的問題 還是要尋求專業的協助 不要上網購買來路不明的藥品或保健食品哦 睡不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像我也有因為壓力而失眠過 可以理解那種無所不用其極想睡覺的心情 但是失眠的原因有白白種 千萬不要任意的使用藥品或是使用過量 都可能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因此在用藥上有任何的問題 請諮詢藥師 睡眠的問題也要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這集就到這裡 祝大家都可以睡個好覺哦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喜歡 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哦